嘿嘿嘿 这空人来喽 范团姐姐你看 这个皮肤好特别 它是坐着飞船过来的 是吗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 这不过就是迷你少女团 航天系列毛盒的隐藏款而已 据说她还在这个太空舱内 吃饭睡觉打痘痘呢 不是吧 范团姐姐 你怎么会有这个毛盒 我不过就是前两天收到了一份毛盒 就打开看了一下 哼 难过前几天 祖多哥哥摸摸牛呢 你是不是用了她的四方钱 充满毛盒呢 谁说的 这是官方送的 迷你航天系列毛盒 其中一个隐藏款就是竹梦 而且我这样的手气 开个隐藏款还不是简简单单的 吃 姐姐你不会是骗人的吧 你又没弄你 谁说的 有视频为证 不信我看给你看 保证我看出来的第一个就是 嗯嗯嗯 这怎么是个菜男子 啊不对 是个北斗卫星 北斗卫星 对啊 她的头饰就是卫星轨道 原来是这样 嘿 这个可骗我特别耶 对的 这一次的每个毛盒 都会送一张这样的卡片 切换角度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场景 是不是很好玩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毛盒 我就不信 这回我还抽不到隐藏款 嘿 这不是残名阿姨 什么残名阿姨啊 这明明是东方红一号好不好 它的代表颜色就是红色和银色 怎么样 看起来是不是很炫酷 很高科技的感觉 哦 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做探险集市 不过还是没有隐藏款好看 你别着急嘛 第三个毛盒 哎 这个这么大肯定是隐藏款 怎么可能 不信你就看看 哦 哇塞 真的是隐藏款嘞 是吧 这太空槽还能打开呢 看 神奇吧 而且里面还送了个皮肤 这样吧 我把鸡火码放在这里了 你们谁截到图就去领一下 领导的小伙伴记得回来告诉我哟 nice 原来这个皮肤还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做竹梦 第四个盲盒 这个会是什么呢 呀 是太空人 我要当太空人 爸爸妈妈可高兴呢 你要是能当我也高兴 哎呀 可是这个太空人 穿得很可爱嘛 我也只能想象到 他穿着这身衣服 穿心从表面转来走去的样子呢 别着急 后面还有更可爱的 让我们来看看下一个盲盒 嘿 是个小女孩 她叫却桥 她的同事好特别 左边有月亮 右边有云彩 可爱吧 还是渐渐色的呢 本来姐姐 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些事 什么事 那就是后面的盲盒 让我来开呗 行 那你求我 求 哎呀 今天天气真好 这个盲盒真好看 你还没求我呢 不许看 我最喜欢的就是兔子呢 这个兔子耳朵 加上探测眼镜 我知道呢 这个是兔子耳朵 恭喜你 猜对了 不过你还求不求我呀 反正最好看的盲盒都开完呢 我才不要求你了呢 是吗 那这个呢 哇塞 这个更好看 没错 这是悟空号 蓝色的头发上 上着金色的星星 身后的卫星 就像一个金箍棒一样 而且橙色 显得它特别活泼 最后只剩两个盲盒了 那就 女主 让我那开呗 那还是我自己开吧 这个是猪熔号 好像花小龙啊 是吗 它也叫曙光英雄 是天文一号任务的火星车 难怪看起来就和我活活的 还有最后一个盲盒 哎 居然是生命博士 这身装扮不是渔和圆们 这太空车你穿着吗 被你发现了 这是航天员在空间站的实验服 好看吧 怎么样 所有的盲盒都在这里了 这么多盲盒里面 你们更喜欢哪个呢 别急我 别急我 让开点 让开点 是你急我 欧伯 诶 竹梦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瘦小 你的太空舱呢 还说呢 它自己飞走了 哈哈哈